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今天这个资本人美学研究 那么是我最近一个课题的 申报的一个课题的一个标题 那么刚刚通过 我想借这个机会呢 也跟大家互动一下 那么这个是Capitals 这个是他们昨天帮我找到的 实际上我家里平时用的 这个也是个老版本的 这个版本我还不知道呢 他们帮我网上找到的 这个是比较 这个资本人们是王大力的 王大力的中国最早的全页本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用的不是这个版本 我读的是这个马恩全集的第23卷的23 24 25 26卷 这个版本 所以这个 这个是最新版本的 这个我家里也买的 但是我所有发表的文章迄今为止都是 因为这是以前写的手稿嘛 数字的文本都是马恩全集23卷 资本人第一卷的 那么我这个 今天这个奖呢 我想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 所以我这里标了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离了三个题材 一个是资本人美学研究之可能 因为资本人美学这个题法好像 有些老先生 包括有些老先生在内还不一定认可 资本人美学没听说过好像 所以我要第一个讲讲这个资本人美学研究之可能 第二个资本人美学内涵是四色 所谓四色呢 我作为一个研究者 试探者 初论者 尝试一下 第三个呢 资本人美学中国化 今天跟我的一位同学聊天 他说前两天有位讲差异比较文学 他讲讲中国意思 那么我对这个我也是认同的 在这个资本人美学方面 我也主张要有这个我们本土的意思 本土问题的意思 本土资源的意思 所以这个这样的 那么基本上大致是这样的想探讨 这样三个问题 那么资本人美学研究之可能 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中国当代美学中的资本人因素 这个前辈美学研究者的提示 朱冠权 朱冠权可以说是比较早的 把朱资本人纳入这个美学思域的 进行那个 产生的一位前辈 他当年说 对于未来美学的发展 据我们多数人还没有想象到的重大因素 我当年读到他这个话 好像那个 现在看一看 好像还是 他这个话还是有点意思 那么朱冠权大家知道的 我们都是文艺学的 研究西方美学史的 我读大学的时候 就读他的西方美学史两卷本 他还是在黑干美学的翻译者 蔡毅 蔡毅认为 资本人对劳动二重型的分析 其美学意义超越了巴黎首稿 巴黎首稿 我们通常认为 不一样 八十年代以来 学家都公认的是 马克思的代表是美学著作 但是资本人是美学著作 没听说过 蔡毅认为 对劳动二重型的分析 其美学意义超越了巴黎首稿 那么蔡毅这个观点 到底是不是有多少道理 这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据说 以前把文学作品的 艺术价格和社会价格 分割开来的说法 是不是跟这个劳动二重型的分析 机械思维有关系 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但是蔡毅把这个资本人 纳入美学领域来考察 这个我是觉得 还是值得重视了 那么文言化 那文言化后面 我有时间的话 我后面还会专门稍微讲一下 文言化的可以说 文言化可以说是中国这个 中国这个 把资本论引进中国文学理论 资源中的守卫研究 他的文学调伦闯作论 他的后继里面 他这本书先后修订六个版本 每一个版本后面的后继都有 从我一开始研究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以这个资本人第一卷 那个后继 那个学院中的一句话 作为指导 任何科学的批评 我都是欢迎的 但是对于我从来 丢不乱雇的 所谓舆论的偏见 我征行一位 佛罗伦萨的诗人的 走你的路 让人们去说 他这个文学调伦闯作呢 就是这个有这个东西 他是在资本人的这个真言 良真啊 良好的良 真言的真 良真的引导下研究的 这个从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开始研究的 是吧 据我的考察 这个他的文 他不仅是在插在方法的 这个文型雕龙闯作论的方法论上 资本人的综合研究法 文型雕龙里面的术语考证上 他也借鉴资本人的 那个关于术语的这个说法 据我的调查 那个里面 引用资本人的 那个 借鉴资本人的 有十六条 我这个我说 我专门的梳理的 那么蒋孔阳先生 乘以资本人作为 逻辑思维范例 来比照说明艺术思维 你不要以为 这个逻辑思维 艺术思维 这个今天我们听起来 好像很老套的话题 在当年什么叫形象思维 什么叫还是一个搞不清楚的问题 搞不清楚的问题 而且甚至好像有禁区的问题 刚才说的 然后是有影响的 美学论度之处 有影响的 美学论度 你之后 这个他年轻的时候 据说他最早的一篇论文里面 我在网上浏览到 最早的一篇论文里面 就 就 这个 资本人有关的 叶朗推荐 深部美学读物 第一部是资本人 是吧 刘刚记 提出资本人 亚西亚生产方式的问题 为东方艺术与美学 启示了思路 这个东西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 很好的进行展开 亚西亚 马克思晚年 后期注意到 亚西亚的特殊性 他写资本人 后来说 这个资本人的 有些东西 就是欧洲 先于欧洲的 这个中方艺术的美学 马克思 我后面还谈到 马克思资本 包括资本人 他有盲点 是吧 他有盲点 他资本人 引用了大量的文学典故 就是没有引用 中国文学典故 我们不是苛求他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 他有盲点 是吧 总学文 引用资本人之一 是金和银 是一切人论劳动的 这句话 重庆兵审美特征认的 依据之一 是资本人 对劳动过程的概括 我今天 后面讲到一个标题 就是劳动美学 我的一个初步结论就是 当然这个劳动美学 今天也许可以 把它翻译成工作美学 郑勇认为 资本人与巴黎首稿 共同构成了 马克思美学的主要部分 冯选光认为 马克思美学理论原点 包含指寸 这些都是美学代表的误打 当今的美学 朱立元强调 美学根本问题在于 资本人所认历史低 变化的人的本性 马斯通过借评 西马生态美学 而指出资本人存在 理论控场 这个理论控场当然了 资本人给我们现在 150年不止了 122还没考几十年了 1867年 1867年 1967年 是吧 那个是啥 1867年到现在多少 150世纪吧 当然控场也很多了 应该基重视也应超越资本 这个话是我说的 我读了马斯的这个 夜间以后 我再联想 既然有理论控场 这个不言而语 就应该 其重视也应该超越资本 然后是2006年 北京马克思主义美学 与当代美 中国和谐社会建设 研讨会基要 我没参加这个会议 但是我在网上浏览到 这个基要 我注意到里面一句话 包括资本人的许多中药论柱 都谈到了美学问题 这个话 盛切无益 我认为这标志的中国美学界 某种程度上已有控制 我只能说是某种程度上 它有问题 就是达成了某种程度 达成了控制 但是资本人美学内涵到底是什么 还是需要探讨的 标志之一 我们有很多美学著作 但是就是没有一副资本人的美学研究专注 这是我们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个 可见一斑 第二个理由呢 是西马等美学志愿中的资本人 我上马列文人马克思美学课 读过一些西马 所以这是这个概括呢 是我从我本身的阅读当中 上课经验当中概括出来 然后再进一步出来 一个是上世纪 我这里西马等 请注意 不是西马 西马等 上世纪前苏联学者 米哈耶尔里夫西斯 马克思的艺术哲学 这个我们还没翻译过来 我英语 那个勾勾这个学术网站上可以查到 马克思经济学注册中使用的术语和饭头 实际上都带有美学性质 这是他的论语 这个前苏联学者 在我们今天的一些研究论述述的时候 把他称为西方学者 实际上这本书呢 他是1933年最初在苏联出版的 1970年以后在伦敦出版 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 第二个是上世纪40年代美国 雄笔着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和民主 这本书商务印书官有的 也是一本经典 它里面说 里面有一条 资本人创造了将感情和理性 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最高超的艺术 感情是我们文学者 那当然是艺术美学的问题了 熊笔着我在狗狗上查了一下 熊笔着对他的介绍是什么 熊笔着这本书是1940年代出版的 对我们狗狗上对他的介绍是资产阶级学者 给他戴上这个帽子 即便他是资产经济学者 他也承认资本人有最高超的艺术 那么西马美学等代表人物与资本人 西马美学我们80年代也发现了很多了 大家可能在某些环境上比我还熟悉 鲁卡奇的核心概念物化而是资本人 鲁卡奇艺术分析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范团就是物化了 这个物化是他读资本人读出来的 而且1840年经济学的哲学手稿还没有发现的时候 鲁卡奇就读出了异化了 后来1930年代1840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也就是巴黎手稿发现以后 人们发现鲁卡奇在这部手稿还没问世的时候 就能从资本人读出物化这个概念 我觉得他了不起 所以鲁卡奇是西马尔美学可以说是第一人 你不要说我们 我上次前两天我的一个学生他说 我们的这个讲座里讲美学好像都很少谈作品 都是理论比较多一点 实际上西马美学的一些范围它都落实到作品 鲁卡奇分析这个物化 鲁卡奇分析佐拉的自然主义描写 和Toristide的这个叙事的诗意 他有一篇论文叙事和描写 就是那个比较两种艺术技巧 然后他缝隙这个佐拉里它是照相式的描写 为什么会有这个照相式的描写呢 跟佐拉所出的时代背景有关 那个时代已经物化的程度高了 他是这样分析的 所以他这个物化的概念不是抽象的 他落实到具体的作品分析 布莱斯特莫生化技巧与建立效果的词根 我没学 这个我就姑且这么读一读 与德文原著资本人异化可能相关 我现在说可能相关呢 是因为咨询过几位懂德文的先生 他说是词根上有关系的 是不是啊 陌生化和建立技巧 它是在德语中是同一个词 翻成汉语呢 它在不同的语境当中翻成两个词 根据我的分析呢 陌生化是针对这个文本 文学文本 这本来谈的 建立效果呢 是针对舞台表演来 才适合的 所以它那个同一个词 它翻成汉语的两个词呢 是有道理 你如果用陌生化来谈论 这个舞台表演的一些特殊技巧 就讲不通 演员和角色要尖离 你说演员和角色要陌生 这个不是意思有了吗 但它在德语当中是同一个词 弗里亚明 作为生产者的作家 等论住标题可见资本人影响 作为生产者的作家 这个生产是什么生产呢 这个生产是资本人定义的生产 不是一般的生产 是指以盈利为主导目标的生产 所以他说 作为在这样一个盈利为主导目标的生产 环境当中的作家 他怎么办 他有没有方法来表达他的一种情致 弗里亚明说他找到了一个途径 就是艺术技巧 艺术技巧是生产力 生产力可以突破生产关系 他是这样说的 当然弗里亚明他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呢 最著名的机械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是不是啊 机械复制 这个机械就是资本人混习的一个东西 手工劳动到机械劳动 他还有一本什么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苏情世人 他把苏情世人拨得来 和发达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联系起来 这个分析框架很显然的 他都落实到作品 古拉维亚 英国的 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有资本人展章 这个一本绿色的 这个图书馆 我们华士大图书馆有好几本 赛逸德被称为后责民主义 而资本人进一圈莫章的标题 就是现在责民理 赛逸德对马克思是持批评态度的 但是他的责民理主义 分析思路跟资本人不谋 富科对不正常的人的分析 渔人传 不正常的人 封奸都是富科的 这个著作中的关键词 然后书上上哪个的疾病的隐喻 也是讲疾病 我读资本人发现了一个很正 按用本雅明的说法来 我感到精灿的一个发现 就是资本人描述了大量的工业 兵理学的现象 就是不正常的人的现象 就是畸形的人的现象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富科的这个不正常的人 跟他读资本人是有关的 可以说或者说公布爱河 德里达不合十一的歌言 不合十一的歌言 是他的德里达一本吉斯里面的一个课 我为什么特别注意这个 因为我要上马列文论课的 我上马列文论课的经验之一就是说 你好赛好的理论 你不落实到作品就没人听你的 觉得不高兴 所以我就特意地 在每一个被认为代表性的作家里面 找一找他又没把他的理论 落实到那个本本分析的 在德里达那里 我找到了不合十一的歌言 我们翻译的不是很好 不合十一的歌言 他就重新产生这个 罗密尔·朱利尔 明和时的关系 罗密尔·朱利尔 这个是萨士比亚之本 萨士比亚之本是资本 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一位 这个也是伯母 不合第尔 文化资本 他还有什么资本啊 文化资本什么资本啊 他还有三个资本 文化资本 他的资本是他的 还有什么空间间隔 是吧 文化资本等概念 文化资本 经济资本 还有什么资本啊 是吧 政治资本还是权力资本 他都是 发挥了资本人的核心范图 资本人嘛 你文化资本还是资本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这个伊格尔·朗的西斯克利夫与大饥荒 是啊 这也查到一篇论文了 西斯克利夫是谁啊 呼啸三庄的那个主人公啊 是啊 所以这个西斯克利夫与大饥荒 强调了呼啸三庄的背景是 爱尔兰大饥荒 这个这个西斯克利夫就是 大饥荒的时候的产物 他弃儿 然后他被主人公领养回家 那么爱尔兰大饥荒在资本人当中 他是在资本的积累过程的那一章里面 可以知道 他分析爱尔兰大饥荒 为什么会发生 里面跟资本的用作有没有关系 巴赫金狂欢论与资本人的自由 亡国概念是不是有关 这个我假设 这是我的假设 我认为未必无关 狂欢嘛 狂欢就是自由嘛 是不是啊 那个摆脱一些束缚嘛 自由亡国 这个也是 未必无关 我是说未必无关 巴赫金也是读马克思的东西的嘛 是不是啊 所以 还有 赞民信 赞民信的这个节目群 是不是啊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你看他 冯雅明说是发达资本主义的 肃进世人 赞民信说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都是资本主义为关键词 女性主义经典之一 妇女的交换 性的政治经济的笔迹 你看 交换交换是资本人的关键词了 交换关系了 上面就是交换才产生的嘛 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迹 政治经济学 资本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他现在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迹 做着该一 你们不知道这个该一年纪跟你们差不多了 还有可能还不比你们当了 他是 好像是这个 这个伯克利的一个研究生了 他研究生期间写这个东西吧 其理论依据直接来 他研究生是 他是个女性的研究生 他直接来是资本人 资本人里面说 黑人的皮肤是天生的 但是黑人的社会关系不是天生 那么他说 女性的性别是天生的 但是女性的社会关系不是天生 这是健健的资本人 发挥的制补力是方法的 是吧 这是他的这个制作法 是吧 是一年纪 我以为你能够